大家好 今天我想拍一個Trader Joes的Haul 我買了兩大袋東西 首先有這個Baby Spinach 一定要買的就是Trader Joes出品 然後我買了兩包 然後我買了這個是新的 是一個已經煮好了的蛋 就是這樣的 因為VD需要很久去煮 它就煮好了 試一下 之後有白菜 我買了兩包 都是Trader Joes出品的 印象記得 還有第二包在這裡 然後我買了一些新的 這個是Cauliffeur Rice 不是真的飯 但看起來吃出來的質感很飯 因為我也嘗試不要吃那麼多澱粉質 因為比較肥 雖然我習慣了吃很多飯 但人大了 老了 所以想健康一點 還有幫助排便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白色西蘭花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這個先試一下 這樣 之後買了一些果汁 這個是Chia Seed的 已經弄碎了 之前我也買過來喝的 這個沒有Target的那麼好吃 但我喝開的一定要在Target才可以買 所以買了這個 是士多啤梨味的 我買了兩支 另一支 另一支在這裡 然後第三支的飲品 就是這個綠的很青的汁 也是想幫助排便 健康人生的 然後買了兩個西瓜 切好了 第二盒在這裡 下面沒有東西 還有四個優格 這個是士多啤梨味 低脂的 之前也買過 真的很好吃 而且比較甜 不過我不吃一些 沒有甜的 我買了一盒蛋 就是啡色的蛋 之後買了一堆的椒 然後開始看到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這個也比較好 這個就是柵克里的薯片 然後真的很像一幅圖 我買了三包 就是比較健康的零食 之後這個是不健康的 就是一個甜味的 POPCORN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不算太不健康 因為也看不到很多甜的糖 黏了上去 最後一件東西就是開心果 這個就是Trader Joes出版的 我買了50% less salt 因為它有分到可能整個都是鹽的 我買了一半 然後它有一個沒有鹽的 但那個應該很沒味道 應該不是很想吃的 所以買了這個 這裡是張單 總共買了55.79 我也是那一句不逐個逐個說 因為真的放得比較多 好了這條影片完成了 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還有微博小紅書 好了拜拜